余大人 到底是什么人 劫持了我的妹妹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韦彩凡 这件事情 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他们劫持的目标 不仅仅是你妹妹 还包括你 还有我 为什么呀 我也正想问你为什么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您问吧 周先生 你好好地想一想 在你家翻田这个事情上 谁对你戒心最重 大人 要不我先回避一下 魏采凡 他们都是值得你信赖的人 你但说无妨 不用太过来 我说了这件事情 跟我家土地的案子 有直接的关系 参与这件事情的人 就在你们衙门里 谁 县城 胡安芝 看看 我之前说过 先把胡安芝抓起来守闻吧 你知道胡安芝的什么事情 胡安芝 在我家土地 被蓝大兴霸占以后 曾专门去我家找过我 胡安芝找你是为了何事 胡安芝找我说 他能帮我 把我家的土地 从蓝大兴手里再要回来 可是向我提出的条件是 除了让我推还蓝大兴 购买土地的六千两银子之外 还要让我给他一千两银子的好处费 胡安芝问你要 一千两银子的好处费 是啊 于大人 当时我家的老宅子还没有卖掉 可是 就算是卖了 也凑不够七千两银子啊 所以当时我就拒绝了 好 我终于明白了 胡安芝 蓝大兴 谢德常 他们三个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魏采凡 快快起来 快快起来 谢谢于大人 魏采凡 你先到后衙去休息 于大人 我就剩下我妹妹这一个亲人了 我就拜托您了 好 你放心吧 谢于大人 魏采凡指认胡安芝 为我们打开罗城和柳城这道黑幕 提供了一把钥匙 我指他跑不了 于大人 我之前就跟您说过 这个胡安芝在罗城县衙当了这么长时间的县城 罗城县这些年来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案子 跟这个胡安芝绝对脱不了干系 这样 马上抓捕胡安芝 你跟周先生留在县衙 负责审讯胡安芝 我和翠婷分头赶往柳城 子婷 在 你带着所有的捕快和牙医 赶往柳城 凡是蓝大兴 在柳城的山庄客栈 包括他的家 一个都不要路过 该搜查的搜查 该封锁的封锁 该监视的监视 该抓捕的抓捕 要带着大队人马 去抓捕谢德昌谢尔金 另外再派两个得力的人 去寻找伪金女 我相信他此刻就关在蓝大兴的山庄 这次出击柳城 全权由你来负责 必须一举成功 翠婷绝对把人一个不少地 给你抓换 好 出发 徐大人 怎么 徐大人 罗承为市 那一千亩翻田的银子 查清楚了 徐大人 这是所有的策课 我问你查清楚了没有 回徐大人 这是柳城县 这些年买卖土地的侧簿 我们全都搬来了 可是这侧簿里边 只记录了柳城那一千亩 维市翻田的入账记录 确实没有出账记录呀 有入账记录 却没有支出的记录 是的 那蓝大兴购买维市那一千亩 土地的两千两银子 哪里去了 徐大人 这个下关不迟 你说什么 徐大人 我刚刚和久棋 带着县衙的主部和典室 查了好多遍 确实没有支出的记录 怎么查都查不到啊 我就不信查不清楚 我亲自来查 这 我把她给了 来啊 来啊 把胡安之鼎带给我摘了 是 慢 慢着 周睿和 你有什么权利摘我的鼎带啊 这是罗城的雅鼠 是替朝廷当差办案的地方 可是今天这大唐之上 怎么坐着你周睿和啊 你是明知故问 还是想故意刁难 唐唐县衙主室的支县不在 却留下两个刀笔小吏 来拘押本县城大人 这是哪儿的规矩啊 这是朝廷的规矩吗 胡安之啊 怎么了 两个刀笔小吏审你不服是吧 刀笔小吏审你怎么了 怎么了 刘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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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敢坐在这县衙大唐之上来审讯本官 你们这是胆大妄为 不按之我纠正你不是两个刀笔小吏是一个 本人是俞成龙俞大人寝来的穆斌 你可知穆斌的职权 穆斌 不就是个师爷吗 叫着好听而已 难道你还想行使支县的职权不成啊 看来你在官场上是白混了几十年就是个混子 俗话讲 无目不成衙 穆斌不仅可待衙门长官职长行名前谷征笔书企等证物 还可以承管衙门的立护礼宾行工三班六房的权利 今日本木斌就是要在罗城县衙大唐之上代替于成龙俞大人来审讯你 你服也要审不服我还审 如若老师交代你的罪行便罢 如若敢蔑视本木斌和刀笔小吏 那就是蔑视这唐唐县衙 那你可要做好吃苦头的准备 周瑞和 你少在这儿吓唬我 于成龙俞大人不在 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 你说我要审不说我也要审 我问你 你可曾帮着韦氏赎回这三千亩番田 索要过一千两银子的好处费 你有何证据啊 你曾经向韦氏承诺 只要他出六千两银子 你就能帮他把柳城县 蓝大新霸占的三千亩土地赎回来 何有此事 你 你这是诬陷 想往本官的脑袋上扣屎盆子 痴心妄想 靳阳 霍安芝 你嘴挺硬是吧 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是吗 你认为为氏姐妹都被抓走了吗 为氏上堂 民女拜见周先生 你 你不是在 你跪下 跪下 还用我来介绍吗 不用 招 这册簿上明明记录着 两千两银子的入账 可就是找不到支出的记录 你们谁来告诉本县 这是为什么 刘大人 当时柳城县没有支县 你是县里最大的官 我问你 这账你是怎么记的 刘大人 刚刚下官已经说过了 当时负责查收银子的人 是县衙的主仆和典史人 下官根本就没有过问过 而现在当初在县衙当差的 两个主仆和典史人 都已经修关回老家去了 现在 不相信的刘清禾 不知道这笔银子的去向 怎么 齐大人 该顾会是不欢迎我 于成龙懒罢 于大人 哪里哪里 退下 于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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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大人 购买罗城为氏翻田的银子 查清楚了 于大人就不要明知顾问了 于大人那边查清楚没有 我 也没查清楚 于大人也没查清楚 于大人 于大人 能不能先让我坐下来说话 本县年龄大了 从罗城到柳城 这一路上走得真有点累 失礼失礼 于大人莫管 于大人 进 于大人 您今天到柳城来是 我今天到柳城来是来抓捕谢德昌的 抓捕谢德昌 谢德昌 谢德昌藏在蓝大兴的山庄里 不抓他行吗 我原来谢德昌藏在蓝大兴的山庄里 徐大人你居然不知道 我知道 我有眼线 我现在去抓他 保准一抓一个处 开开 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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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门 谁呀 开门开门 干什么 抓人 抓什么人 蓝大兴 蓝大兴这个狐狸 看来是靠不住了 蓝大兴这个狐狸 我得另某条出路 我谢德昌 我绝不会困在你蓝大兴这个破山庄里 一定有人去那边 把每个地方都给我好好地缩一点 是 是 这人跟我来 你们到那个院子 我好好地缩一点 是 是 你们到那个院子 叶德昌 放开我 放开我 没想到吧 走 押押去 是 走 走 放开我 放开我 危机女在何处 说 人在何处 在里边 把她给我押回去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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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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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大人 如果没有别的事 下官就先告退了 下去 是 登登登 刘大人 本先查了一下 蓝大新购买 罗承为氏翻田那个时期 好像罗承县和柳承县 都没有支县 是不是这样 余大人 柳承是这样 罗承下官就不知道了 两个县都没有县令 当时罗承所有的事务 是由县城胡安芝掌管 那柳承县是否也是由刘大人掌管 柳承当然是由本县城掌管 原来一模一样 谢谢刘大人 徐大人 我先走了 等等等等 刘大人 本县啊 还有一件事情 要当着二位大人的面抢一下 好 余大人请 我今天来柳承县之前 我已经下令 将胡安芝抓捕了 余大人 敢问这胡安芝 是犯了什么罪 胡安芝 是 当年参与了柳承县 蓝大新购买维市翻田 土地的整个过程 而且 他曾经承诺过 说只要维市能拿出六千两银子 他就能帮 维市 将那三千亩翻田赎回来 但条件是 要给他一千两银子的好处费 徐大人 柳承县压土地侧布上 是不是只有蓝大新购买维市翻田 收入的记载 没有支出的记载 应该是这样的 罗承县压的土地侧布上 也是如此 两个县如出一辙完全一样 我就想问一问 刘晴和刘大人 柳承县压的土地侧布上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跟我罗承县压的土地侧布 记载的一模一样 刘大人 今天你就当着我和于大人的面 把这件事情说清楚 刘先生 你看一下 为事 你可以退下了 是 周大人 来 看看 跑过来看看 怎么样 数十吧 按手印 按手印 刀笔小丽让你按手印 济阳 赶快把霍安芝的供词 送到柳城交给于大人 好 来啊 来啊 把霍安芝给我押下去 是 快点 走 退堂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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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来了 他们来了 跪下 走 余大人 谢大人 谢大山姓母亲我给您带回来了 还有被谢大山绑架的人质 围禁也救出来了 好 好 赶紧碰来 谢老爷 久违了啊 余成龙 你也别太得意 你 会有人替我慢慢收拾你的 你绝对不可能活着离开罗厂 大胆 跪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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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大人 好 可以伸唐 伸唐 伸唐 走 开门开门 快开门哪 开门哪 快开门 看这个人慌慌张张的样子 像是山庄那边出了什么事 咱们可要盯好喽 明白 老爷 我是逃出来的 大兴山庄就逃出来我一个人 谢德昌和谢永青 都被虞成龙的捕快和牙医带走了 咱大兴山庄 都被雷翠婷的人给查封了 什么 谢德昌抓到大兴山庄来的 罗城为师的女儿 也被虞成龙的捕头雷翠婷 给带走了 老爷 这可怎么办 那谢德昌被抓起来 还不得一股脑 把什么都说出来啊 你在山庄 可曾看到罗城之县虞成龙 没有 一个传官府的人我都没看见 看来啊 虞成龙是到县衙去找七九万的 老爷 那七九万那里会不会 七九万受了谢德昌的重礼 我想他不会不管 否则 他也脱离不了干系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怎么办 我们家 现在一定已经被虞成龙的人监视起来了 起来 我们换件衣服 谢德昌 你抵抗是没用的 虞成龙 你休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一句你想知道的话 你会说的 你什么都会说 余成龙 你太小看我了吧 玩江湖 你太嫩了 齐大人 我得在你的大堂上用刑了 雷泽亭 在 男人 是 余大人 要不 神神在用刑 徐大人 谢德昌与我余成龙啊 早有交情 我来罗城上任的时候 他早早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 我了解他 不用刑啊 他什么都不会说的 雷泽亭 准备用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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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余大人 我来了 柳建阳来了 就肯定是好事 请啊 有好消息吗 余大人 是 这是胡安芝的供词 他全部都招了 他全部都招了 钉备用刑 您招了 我们一起搭拔 我一路不招不了 我一路不招待 我已经给了你 他就招待 你地盘 你何处 我五一路不招待 你六为了 过来 对下 雷三天 在 速速前往柳城蓝大兴家 把蓝大兴给我押到这儿了 是 跟我来 是 余大人还真是雷厉风行啊 我雷厉风行不行啊 早让他们跑光了 此刻那蓝大兴会不会已经跑了 他跑不了 徐大人 我的人早就把蓝大兴的家给监视起来了 他往哪儿跑 想不到余大人竟有如此霹雳手段 我不霹雳他们 他们就会霹雳我呀 佩服 佩服 阿月 我不会亏待你的 谢老爷 我走了 谢德昌承耀被怡长龙抓住 就会把什么都说出来 杀害罗承知县 我送他五万两银子 贿赂七九万的事 不等于怡长龙用刑 他就全都给说出来 谢德昌要是把这些都说出来 那你怎么办 夫人 眼下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七九万 只有七九万能救我们家呀 夫人 如果逃不出去 被怡长龙抓住 我就必死无疑了 老爷 你听我说 如果我落到怡长龙的手里 你千万不要试图去救我 就是救不出来的 但有一个办法 可保全我 蓝家的产业和后人 什么办法 利用屈九万 谢德昌想说什么就让他说去吧 只要我不承认 给他五万两银子贿赂屈九万 怕于成龙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我相信 屈九万也绝不会承认 谢德昌拿五万两银子贿赂他的事情 老爷 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你不承认还有什么用啊 哎呀 富人之贱 只要屈九万不出事了 我成为是那三千亩翻田 于成龙他就要不回去 那些土地 永远是我蓝大兴的产业 老爷 再多的土地我都不要 我就要你没事 你听我说啊 只要能保住我蓝家产业 保住我们家的后领 这就是最好的结果 快 跟上 快 快跟上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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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老爷不好了 老爷 怎么了 于成龙 于成龙把咱的宅子全都围起来了 你说什么 于成龙把咱的宅子围起来了 谁都走不了了 老爷 老爷怎么办 怎么办呢 完了 咱们谁都走不了了 是 过去 李大人 曲大人 我把蓝大兴带来了 非常好 给蓝大兴上刑具 来人 在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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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婷 在 先给谢德昌用心 是 用心 是 这 我找 我找 我什么都找 我什么都找 谢德昌 我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 于大人 上一任的 罗承王之险 就是蓝大兴故我杀他 杀他不是我的本意 他才是真正的凶手 继续交代 于大人 我刚躲到柳承县的时候 我给 我给曲大人送过五万两银子 他 于大人 你相信我 我绝对不会骗你 银子 银子是蓝大兴给我的 是他 是他让我买通取九万 他说 在柳承只要买通取九万 我就 我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银子是蓝大兴 可否有此事 你给本县如是招来 啊 银子尝 你交代完了 交 交代完了 吁大人 你还有什么要问的 谢德畅 你说本县收取了你五万两银子 谁能证明 证明 物证何在 谢德畅 你说居大人收了你五万两银子 当时还有何人在场 没有 没有 大胆贼寇 杀人越获已是死罪 居然还敢污蔑朝廷命官 你是何居心 余大人 这贼寇不知受了何人指使 污蔑本官收取了他五万两银子 可此事既无人证也无物证 实在是荒谬之极 本官恳请余大人 即刻带着你的人 把我的县衙里里外外 连同后衙一遍 仔细地搜查一遍 如果找到那所谓的五万两银子 本官愿意听候朝廷发落 如果找不到 还请余大人 还本官一个清白 好 乃泽亭 在 将这四名重犯 给我押回罗城 打入死亡 是 余大人 拿本宪就得罪了 余大人请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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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走 是把我心中积压 这么多年的一股恶气 给吐出来了 于大人不是说了吗 要一举成功 我和周先生啊 我们这两个刀逼小吏 审欢之审的 那也很成功 那叫一举成功 是一个刀逼小吏 好了 你们都不要再说话了 让我自个儿再捋一捋 这个案子的确复杂 里边的关系绕得很 罗成为士一家 因为躲避战乱 离开了罗成 前朝晋江王赠予他们的 三千亩翻田 就撂了慌 刘成乡神兰大兴 盯上了这三千亩翻田 就设法勾结 刘成县城 刘清禾和罗成县城 忽安芝 想设法霸占 但是此举遭到了 来罗成上任不久的 王知县的断然拒绝 据胡安芝交代说 王知县认为 这三千亩翻田 早已是属于 为士一家的私产 不应该再化为 前朝的翻产 所以 蓝大兴想霸占土地一世 就走入死糊涂 失去了希望 但是事在人为 就在这个时候 胡安芝想到了 在罗成九万大山里 占山为王的谢德昌 于是他把谢德昌 介绍给了蓝大兴 蓝大兴结交谢德昌之后 花钱雇佣谢德昌 残忍地杀害了 刚刚到罗成上任 不到两个月的王知县 蓝大兴就顺利地 将这三千亩翻田 据为己有 胡安芝和刘清禾 利用各自 临时支掌雅鼠的权力 以县雅的名义 为蓝大兴出具了 购买土地的首期截票 但是在县雅的账簿上 却没有入账的机缘 于是 这六千两购买土地的银子 就堂而皇之地 尽了胡安芝和刘清 和个人的腰包里 谢德昌被我们围剿之后 就逃到了柳城 躲在了蓝大兴的家里 蓝大兴为了自己的利益 给了谢德昌五万两银子 让他去贿赂屈九万 于大人 你在屈九万的大坛和厚压里 不是什么都没收到吗 的确如此 屈九万虽然年轻 但是处理这种事情 非常老道 没有留下任何宗司马迹 这家伙的确狡猾 这回啊 是让曲九万逃脱了 你没有物证 也没有蓝大兴的旁证 只凭着谢德昌一个人的供词 你是治不了曲九万罪的 这件事也只能到此为止 是啊 这件事也只能到此为止 你们觉得我刚才说得清楚吗 清楚 非常清楚 案子已经破了 案犯也已经捉拿归案了 你现在在讲 案子的来龙去脉 有什么用啊 是想自己过过瘾 显摆显摆自己的能耐吧 秦阳 你不想也过过瘾吗 我过什么瘾呢我 案子又不是我破的 只有破了案的县太爷 那才真的想过瘾 我们能够把罗承县和柳承县 最大的几个恶人 一起抓捕归案 难道还不该过我瘾吗 周先生 明天我们就升堂 断案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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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评论 有一位些人 很大的呢 她是为了保我 保你 可她自己会被俞成龙判处死刑的 对 这正是蓝大兴的过人之处 也正是他识时务的地方 虽然他会被于成龙判处死刑 但只要他保了我 我就能帮他保住家产 和罗承为侍那三千亩番田 不被于成龙收回去 你怎么才能替蓝大兴 保住那三千亩番田 不被于成龙收回去呢 于成龙一心只想帮韦氏 把番田要回去 可他根本不懂朝廷 在这方面的有关律令 别看你于成龙活到了这个岁数 可在官场上 你还嫩了点 依照大清律令 凡有俸禄的官吏 月凤一代以上场 瘫赃八十两 将处于绞刑 修后奋斩 贪赃一两以下 账七十 贪赃一两至乌两者 账八十 我有俸禄之人 可月凤 不足一半者 贪赃一百二十两 将处于绞刑 故意屠材害命杀人者 斩立绝 罗承宪古丰岭匪首谢德昌 犯故意杀人罪 判处绞刑 当场执行 好啊 废 好啊 真是大 罗承宪古丰岭匪首谢永卿 犯 截取人之罪 故意杀人罪 处于绞刑 当场执行 好啊 好啊 这下 罗承宪县县城胡安之 犯贪赃罪 故意杀人罪 处于绞刑 当场执行 柳承宪县乡生蓝大兴 因犯故意杀人罪 恶意侵占他人土地罪 判于绞刑 当场执行 柳承宪县县城 刘清禾 犯贪赃罪 判处绞刑 当场执行 太好了 太好了 斩立权 人犯县县县城 起来 好 起来 起来 好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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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放出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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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他们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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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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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氏姐妹 本县已将恶意侵占三千亩翻田的庶民罪犯 已与判决 本县现在宣布 位于罗承县和柳承县交界处的 前朝晋江王的三千亩翻田 如数交还你们为氏姐妹所谓 博承县牙和柳承县牙 不得以翻产变价之规 再行收取任何费用 谢余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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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吧 余大人 余大人 余大人好像没想到我回来了 没想到 余大人应该想到的 应该想到的 你忘了余大人 这为氏翻田一案 可是广西巡抚金光组 金大人亲下御令 要求柳承县牙协助罗承县牙 共同审理的 余大人不必夺心 你我同为七品之县 我哪里敢怪罪余大人 只请余大人 赏我一个座的地方就行 好 好 来 给曲大人上一把椅子 是 曲大人 请坐 余大人 这里是罗厂 余大人 才是这个案子的主审 好 那就 请曲大人 谢谢余大人 谢谢余大人 为氏姐妹 你们可以退下了 谢谢余大人 谢谢余大人 慢 徐大人 为何不让为氏姐妹退堂 余大人 本案位于柳承与罗承县交界处的 那三千亩土地不属于为氏的私产 你不可如此轻率地判给他们 你说什么 我说那三千亩土地并非为氏姐妹的私产 曲大人 为什么不属于我们家的私产 为氏 我来问你 你可有前朝靖江王当时赠予你家土地时的全部凭证 有 当然有 为氏的证据全部在卷宗里 徐大人你请后悟 可这前朝靖江王的凭据又能说明什么呢 能说明什么 能说明这三千亩樊田早已属于为氏所以 余大人 可这是前朝靖江王自己手输的一份凭据 并非官府出具的正式凭据 是 这难道不是最好的证据吗 请于大人 看看我柳城县衙土地侧布上 对这三千亩番田是如何记责的 把侧布盛上来 是 齐大人 这个情况 本县了解得很清楚 那么请问于大人 这三千亩土地 是否仍然注册在 前朝靖江王府的名下 尽管如此 但这三千亩番田 早已属于为氏一家村 于大人 不知罗城县衙土地侧布上 对这三千亩土地 是如何记载的 罗城县衙土地侧布 与柳城县衙土地侧布 无有不同之处 既然如此 于大人便不能将这三千亩土地 叹归为是所有 居大人 那是我们家的土地 于大人 当时靖江王赠于为氏土地时 并未在官府 办理过后的变更手续 所以这三千亩土地 如今应该仍然属于 前朝的番田 既是前朝的番田 就应按照朝廷现行 翻产变价之规定 来处理 什么是翻产变价规定 虞大人 朝廷的番产变价明文规定 无论是前朝的公田 番田 还是无人耕种荒弃之田 任何人都不得无偿占有 官府应该按置论家 卖给有意耕种之人 虞大人 我们姐妹为了状告我们大兴 已经花光了家里所有的财产 就连自家的房产也都卖掉了 如今 我们哪里还有钱来购买土地呀 你们是否有钱购买土地 与我们现在所异之事 没有任何关系 怎么就没有关系了 那土地本来就是我们家的 现在你却要让我们 拿钱来购买 大胆为事 尽管那大唐之上 与本官胡搅完产 跪下 与本官胡搅完 曲大人 我们不是与你在胡搅蛮缠 我们是在从你讲道理 来人把这两个女人押下去 曲大人 为事姐妹所言并非没有道理 与大人 余大人 我们现在所异之事 已经远远超出了 为事土地一案的范围 能否请余大人 让这两个女人速速退逃 让这两个女人速速退逃 卫师姐妹 你们暂且退下 是 徐大人 是 徐大人 罗城土地侧布 和柳城土地侧布上的记录 虽然是事实 但是这三千亩樊田 在二十年前早已成为 为事姐妹的私产 这也是事实 徐大人 还有一个事实 听见 你刚刚破获的 柳城县乡绅 蓝大兴 侵占为事三千亩土地的案子 你不会已经忘了吗 请问 徐大人 蓝大兴是如何侵占为事姐妹 那三千亩土地的 蓝大兴是花了六千两银子 从官府购买的那片土地 难道这还不能说明 那三千亩土地 并非为事姐妹的私产 而是前朝遗留的藩田吗 徐大人 你能够秉公执法 将谢德昌 蓝大兴 刘清禾 胡安芝 这起官匪官商勾结的 贪腐案件一举破获 但在面对这三千亩樊田 到底是私产还是樊田的时候 却又会如此地没有原则 本先并非没有原则 因为我俞成龙坚持的 同样是事实 那三千亩樊田 在二十年前 早已成为为事的私产 徐大人 既然此事 你我有如此不同的看法和争议 我建议 将为事翻田一案 送报广西巡抚衙门室 余大人 这个案子 如果按照你刚才的判决 其实判了也就判了 毕竟为事的卷宗里 还是有一份 竟将王手写的平均 但此事若真要计较起来 为事的那份凭据 恐怕是不足为证的 走到任何地方 只有官府出局的凭据 还能够作为证据 无论是巡抚衙门还是朝廷 都不会把官方的记彩 当作儿戏的 卷宇大人 我劝你不要感情用事 在蓝大星胡安芝那起案子里 谁都知道为事姐妹她们是受害者 但面对现在这三千亩翻田 谁知道她们是受害者 还是别有用心者 徐大人 感谢你的提前 本县并非感情用事 只是尊重事实 既然如此 就请余大人 将这起案件 送报广西巡抚衙门 做最后的判决 好 本县就接受你的建议 将此案交于广西巡抚衙门来判决 季阳 在 让玉林备车 是 徐大人 你是否跟本县一起去广西巡抚衙门 不 过了 余大人 我回柳城 静候巡抚衙门的判决结果 好 那本县就为一人前往 余大人告辞 告辞 啊 好 余大人 你怎么还不站起来啊 你跪着干什么 府台大人看完卷宗 下官再站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 那边坐去 谢府台大人 来 余大人 这个翻天案办得不错 挺迅速啊 该抓得也抓了 该判了也判了 是 大人 挺好 回事 你们姐妹两个人先下去吧 是府台大人 是府台大人 府台大人 下官把回事姐妹带来 就是想让他们 当着府台大人的面 陈述一下事实 衙姨们 你们也都退下去吧 是 来 府台大人 下官不知 府台大人为何 将人都打发下去 余大人 你在罗城这几年干得不错 我作为巡抚 也很欣慰 你知道吗 我很看重你治理地方的能力 罗城这几年 在你的治理下 确实 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那些个为了逃避土匪压榨的百姓们 都已经陆续回到自己的家园 安居乐业 事务农田 过着安稳的日子 嗯 不错 说实在的 我这儿巡抚 真是一个感谢你 不不不 下官作为罗城县的父母官 只是做了一点愤怒之事 你干吗自签呢 你在罗城的政绩 都可有目共睹嘛 是不是 我今天 主要是想和你说几句心理话 下官 愿听府台大人叫我 嗯 坐 下官不敢 我叫你坐你就坐嘛 你现在是功臣 坐 谢大人 余大人 你知道吗 康熙皇上 虽然已经亲政了 但是朝廷的大权 依然掌握在敖拜这帮人手里 朝廷的情况下官知道一些 是 刚开始的四位首服大臣 现在就剩下两位了 一是厄比龙 一就是敖拜 厄比龙他是什么人哪 他是个无所事事 浑浑噩噩 只能一心听从敖拜指使的人 他看着敖拜眼色行事 敖拜竟会如此张狂 不仅如此 敖拜在私底下 还揭留皇上的咒书 拦截咒书这是死罪呀 他把各地各部各府院 送给皇上的咒书拦截下来 他还可以教旨 还可以自己发布命令 这么多年来 他就仰仗自己手里的权力 培养亲信 招降那盘打击一击 凡是顺从他的 那就要亲近升官发财 不顺从他的 那就要打击报复 如果跟他意见有相左的 他会较之处决 老拜 不仅在产出一击上的手段 非常残忍以外 他在抢夺经济利益上 那也真是毫不手软了 就在康熙五年 就仅仅为了他一旗一人之力 以及他那个利益集团的需要 抢了大量的土地 他脚趾下了一道换地令 这一章换地令 把所有各企贵族的最好的土地 都换得他的名下 都换得他的利益集团名下 那各企的贵族怎么办 那只能忍气吞声 去当中那些 强行被敖拜换来那最贫瘠最荒芜的土地 那这朝廷 岂不成了敖拜一人的朝廷了吗 敖拜啊还有一个侄子 他跟你于成龙于大人是最熟悉的 就是卡尔齐 他就是仰仗着敖拜手里的权力 就能在永宁大肆圈地 敖拜大人 那卡尔齐 就是因为下官和周睿和周大人 以及众乡亲的反抗 才被朝廷处决 其实这个事我早就清楚了 用您圈地一事 我在认识你以前 我就听说了 敖拜大人 刚才敖拜大人之言 让下官听得心惊骤跳 于大人 我今天在这跟你说的一切 也只能在我这巡抚大堂 我说说你听听而已 出了这个门 我可是什么都没说 下官怎么办 下官绝对不会像第二个人家 敖拜大人 罗程为氏翻天一二 到底该如何处置 为氏送来的诉状 还有你拿来的那些个卷宗 我都看了 我看根据你的意思 你是想把这三千亩翻田 归还给为氏 是这样的福台大人 只是曲九万曲大人的分歧 你和曲九万的分歧我知道 那府台大人是什么意思 曲大人的坚持是对的 曲九万是对的 那为氏提供的证据 难道就不算数了吗 当然不算数了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福台大人 下官在来巡抚衙门之前 听到一个传闻 说朝廷又下了一道 关于前朝 公田和翻田处置的新的规定 不知是否是真的 对啊 是有其事 朝廷的诏书 已经发到我这儿了 你想看 好 庚明田 对 朝廷的新政 就叫庚明田 福台大人 庚明田上的规定 不是正和下官处理 为氏一案的方法如出一辙吗 皇上也要求 把前朝的公田和翻田 无偿地赠送给那些 没有土地 和购买不起土地的百姓 庚明田 就是这么规定的嘛 皇上也是这么考虑的嘛 那府台大人为何 不让下官 把这三千亩翻田 交给为氏 余头颅 你怎么到现在都不明白 我跟你讲了欧拜的事件 下官 确实不知 就是一个感面症 那庚明田 那是庚熙皇上 根据全国的具体情况 出现的新政 为了抚民而推行的 可是这个新政呢 遭到了 傲拜这一帮人的 坚决的反对 他千方百地阻挠 新政实行 新政发下去了 他就执行不了 原来是这样 余大人 你怎么办 我为什么不让你 把这三千亩翻田 退回给为氏 原因 就在这儿 余大人 你呢 作为一个欺品支线 能够体谅百姓的疾苦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处理问题 说实在的 我真是应该从心里支持你 但是 如果事情按照你的做法 把这三千亩翻田 退回给为氏 我是替你担心 会遭到 敖拜这帮人致命的打击 傅台大 当年下官带头 阻止卡尔齐圈地的时候 从来就没有惧怕过 敖拜的打击 我开辅你的勇气 行了吧 你现在不是一介不一 你现在是罗程的支线 身份跟过去有所不同了 说实话 我不同意你 处理翻田的为氏一案 我不同意你对为氏那个翻田案的处理方法 是 我自己是有私心 我主要是不希望你在任职上 造成很多的麻烦 就为了这件事情 毁了你自己的前程 我不同意你 他也不相信你 你今天又是否 Judg 我主要是你女人 有你决定怎么办 你也说她在乡方法 我说了这些话 你好好想想想吧 说心里话 我还是特别拥戴皇上的耕明田啊 可是好的心政 他执行不了啊 就凭着你这么一个七品芝麻官 你想开这个仙河 容易吧 下官真没想到 在这个天皇帝老远离金城的罗城 居然也会受到傲拜的指引 这就是现实